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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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特别特别的好 涂上去以后皮肤就特别软 因为其实要一直提醒大家 为什么棉棉的这个美白效果会那么好呢 就是美白的功效是 最好它是层层叠加 所以你要是使用的这个 从洁面产品到水到乳液 它都能够是同一个成分的话 你每一层在涂抹的时候 它都会一直叠加这个美白的效果 会比你选用很多很多不同系列的美白产品 加在一起用 那个效果会更好 所以你的秘密武器就是 包括了这个化妆水 然后润敷乳 那其实美白还有没有更重要的这个终极地杀剂 有 有 有 我有一个终极武器 就是这个防晒 防晒霜 其实防晒这很重要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不论你有沒有看到出太阳或是阴天 其实紫外线随时随地存在 不论你在室内或户外 其实都要做好防晒 对 而且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也常常提醒大家 如果你做了三个月的美白功课 每天晚上做得非常仔细 但是你曝晒在太阳光底下 三十分钟 就把你这三个月的美白全部都毁掉 对啊 所以防晒是你的一个终极的武器 是的 是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 做完这些护肤的程序之后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擦防晒霜 因为我真的很怕又变回以前那个样子 而且我觉得小P这名字叫做 雪莲透白的防晒露 这个不只是名字好听 因为它这里面的成分就有雪莲 雪莲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防护的成分 来 你可以涂涂看 我每天都涂 真的喔 谢谢 给大家试段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古时候人家要去天山取雪莲 现在我们可以把雪莲做成防晒 对 它把它涂涂到里面了 如果你是一个皮肤比较敏感的女生 你可以选择这种天然本草的成分 我是 它会让你非常无负担的 可以做到这个防晒的步骤 因为我每天也是做完所有护肤 我一定会擦防晒 所以我对于防晒的质地非常的 那你觉得怎么样 经过你的考验嘛 我觉得它非常的轻透 而且很好推 因为有的防晒你会觉得太粘腻 那会让你一整天心情都很不好 我每天起来做完这些护肤的程序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抹这个防晒霜 你抹手技巧吗 我是用拍打的方式 这样正确吗 小皮老师 其实拍打的这个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选择这个 就推荐这一款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已经本身敏感的女生 你在用摩擦的手法的时候 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皮肤 像妮妮的这个是拍打的手法 一边拍打 它可以一边推到你的皮肤里面 可以加速它吸收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担心你的防晒霜 在涂抹的过程当中 会有起屑 会有戳泥的现象 手法也非常重要 虽然刚刚指出来的质地是白色的 但是涂抹到它脸上不会产白 反而是看上去非常有光泽 谢谢